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我是明鏡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武漢爆發打遊行 中共低調推出震撼法規,是甚麼用意? 拜登發表過程之文演講,Demand習近平 李一強在退休前,打造政府開明形象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武漢市上萬位退休人員 白浩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請願,要求政府官員公開解釋 為何將每個月260多元的醫藥補貼降到幾十元 集會者表示,全市近200萬位退休人員因此受到影響 如果政府不解決問題,今個月15日他們還會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 白浩聚早8點左右,武漢市政府門前有數萬人聚集 他們打著雨傘,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 或是站在政府大院門前堵塞出口,院內有警察戒備 武漢居民高先生和記者說,大部分集會者是武漢鋼鐵廠的退休工人 也有國企退休員工 高先生說,根據1998年實施的社保相關文件 退休人員個人醫保帳戶每個月有264元的買藥補貼 現在被減去了七成幾 現在一個月給八十幾元,什麼藥都買不到 看門診只有超過700元以上的部分才可以報銷 一般看門診都不會是什麼大病,所以一般都不夠700元就已經解決了問題了 說是普通門診可以幫你報銷,但實際上基本不存在報銷的問題 還規定說普通門診報銷的上限是3500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你看了幾次門診之後,可能會超過3500元,再多都不會幫你報銷的了 對此民眾議論紛紛,有民眾說,有用的藥都被踏出醫保範圍 沒有用的藥才可以報銷,等於變相的自費醫療 一位的視頻拍攝者說,這個不是什麼美國、境外勢力影響 這些都是所謂政府一手操縱的,由最底層的老百姓醫藥費入面扣取現金 還要不要老百姓活嗎?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發生了很多群體事件 好像白紙運動、煙花革命、土生運動等 它背後的根本原因是過去兩年多 當局免發核酸檢測,將醫保基金裡面的錢洗到沒有了 這個不是武漢一地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 所以在未來幾年,醫保加上養老金 將會在中共當局非常頭痛的問題 中共這套系統需要依靠大量的金錢去維持運作 現在經濟出了問題,尤其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出了大問題 於是中共這個機器開始不停卡學 大陸公務員最近曝光了一個新招數 令人目情口呆,由江蘇的公職人員爆料 一個經濟大事的市政府對公職人員追查他過去二十年的收入 這個事願級的紀委統一行動 派著去到各大單位,嚴查公職人員所謂的非法兼職問題 被人查到的那些公職人員 一開始只是以為紀委是過來充業職的 所以開始很配合,打算應罰了事 但是紀委開出的罰單就令他們傻了眼 市一級就不說了,遠一級的最少都要交六七十萬 多的就要交一百萬 不說的 錢就自己去銀行轉到半級財政對公帳戶入面 然後就領著轉正屏帳去紀委劫帳 之前的公務員透露說 被人查的基本上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懂得業務、有能力的事編制老職工 他們不如正式編制的公務員拿錢多 所以做很多的兼職,而且沒有什麼大背景 李格好拿捏 這些技術人員憑著自己一技之長去做兼職 慎慎慎慎賺了些錢 最後就被人當豬那樣湯 各大單位至少有五六個人 多的就有十幾個人都遭殃 有小道消息說 全市一次就罰母了25億 自從去年12月 在中共無預警放開防控之後 爆發的這波氣勢滔滔的疫情 傳播速度快 感染人數多 死亡人數都很高 根據各方面的消息 12月到今年1月 兩個月的死亡人數至少有幾千萬 據說 北京還有20萬的遺體在等待火化 如此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軍隊系統顯然都不可以例外 據報導 中共國防大學和國防科工委內部普遍感染 但死亡人數不長 不過 中共軍委機關下發全軍的一份文件透露了端危 8日中共軍網和解放軍部刊登了軍委機關出台新冠感染康復後軍體訓練指導建議 指導意見承認 感染新冠病毒人員 康復初期人體機能和免疫系統 仍然都處於碎亂的狀態 恢復軍體訓練不宜操之過急 對於治癒康復的重型危重型病例 以及有基礎疾病的康復者 需要在軍醫指導下逐步恢復軍體訓練 時事評論員周曉輝認為 透過這份指導意見 可以證明軍隊普遍感染 文件下發到全軍 表明中共病毒同樣侵入了 註冊在全國各地的中共軍隊 全軍上下同樣感染嚴重 範圍廣 資料顯示 目前中共現役軍人是230萬 按照社會面80%的感染率 軍隊感染人數為184萬 之所以出台這份指導意見 亦有可能是跟軍隊近期撤死爭多有關 部分的軍兵輕以滅康復之後 很快進行體能訓練 從而導致撤死 近次的情況 在普通民眾身上發生已經不止一例 隨著軍隊死亡人數的增加 中共正正地出台一份文件 引發關注 《預備役人員法》於3月1日正式生效 其中第52條規定 《預備役最高年齡為60歲》 時評人才經冷眼表示 這個法值得關注 官方推出的非常低調 但在內容震撼 這條的法律一生效 18歲去到60歲的人都會去被人拉撞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大規模徵兵 但是招募年齡的上限都不過是30歲 中共這條的生法規慢過俄羅斯 中共捉撞丁這方面是為了增加染疫死亡的軍人人數 另一方面 隨著中共內部政治和經濟危機日展激烈 不經為了轉移矛盾 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財經冷眼說 如果有人問習近平徵兵用來做什麼 那最大可能就是他真的要對台灣動手了 這套的法規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訊號 中共要為台海戰爭去捉撞丁 外界認為 中共如果發動對台戰爭 必然會導致政權崩潰 海戰之時 中共也會進入臨台到計時 美東時間7號晚上9點鐘 拜登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國情之文演講 這是他上任之後第二次的國情之文演講 外界批評拜登對中共的態度不夠強硬 在一個幾小時的演講當中 拜登大部分的時間是談及美國國內面對的問題 強調他執政之後實現了西星東港 也就是民主國家變強 獨裁政權變弱 在最後的十幾分鐘 拜登才提到美中關係和對俄烏戰爭的態度 美國總統的國情之文 主要是回應美國面對的挑戰 中美關係並非主軸 所謂佔的篇幅較少 他沒有直接提到近期搞得沸沸揚揚的中共間諜氣球事件 但是強調美國已經採取行動 應對中國的威脅 他在現講當中用脫口而出 有沒有任何一位世界領導人想和習近平換位置 和我講一位出來 和我講一位出來 這個言論一出 輿論嘩然 由白宮發出的總統國情之文準備稿當中可以見到 這句說話是拜登脫稿即興發揮加入的 拜登表示 習近平面臨的龐大問題 包括脆弱的經濟 並且由於受制於國際貿易 中國在抗衡美國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 習近平的處境並不令人清善 大西洋瑜刊記者 湯姆尼克爾斯在推特上表示 我的理解是 拜登的意思是誰想劇苦 我們這麼多年來誇大了中共的實力 而實際上中共的領導人 每天都在惶恐不安當中祈禱 有足夠的經濟增長來去維持他們的統治 美國評論人士張家敦認為 美國更加應該強硬地回應中共對美國的惡意 拜登對中共的態度 用10年前的標準來看好得體 但是現在說美國在與中共競爭 這是錯誤的 由中國偵測氣球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出 我們並不是在和平相處 中共正在對我們展開不受限制的戰爭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李克強6號主持找開各界人士 基層代表座談會 聽取各界的意見 近期在中國火紅的滿光紅電影 狂飆電視劇 擔任耀閣的張逸也獲邀發言 有分析認為 這是李克強肯正如任期打造政府開明形象 同時也為官方打擊民企的政策洗白 中國異見人士龔宇健表示 將亦獲要出席李克強的會議 不是說誰在親誰的業度 他們兩個人是互相捧場 龔宇健認為 習近平對改革開放之初 先附起來的著名民營企業家 例如河北孫大午 重慶、李懷慶等 以打黑的名義進行審判 沒收他們的家產 然後將他們混入監牢 而中共所推崇的狂飆 是為習近平洗白 並且對老百姓洗腦 狂飆裡有一位黑老大 人物原形幾乎就是 重慶民營企業家李懷慶 他是異典檔起家 成為億萬富翁 曾經長期關注弱勢群體 參與公益活動 捐助大筆的金錢 但是2018年初 突然被人以涉黑的名義 遭到打壓 共識上億元的人民幣資產 被沒收 狂飆裡黑老大 有一個情節 他是回到家鄉村莊的時候 那些老人家都來感謝他 為村民建設投資 然而鏡頭一轉 有人就議論他放高利貸 混黑社會 如果有人還不起 就會被FIFA拒禁 斬走手腳 觀眾看到這個情節 第一個反應 就會想到李懷慶事件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風雲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 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